在此介紹新增的WhatsApp號碼 這個WhatsApp號碼總共登記有10條線 由55669500開始 總共連續有10個號碼 每個號碼都由55669500開始直到9509 總共有10個 一路尾數一路變成01,02,03,09,如此類推 新增的WhatsApp號碼是去接收一些有關止暴制約的訊息 當市民選擇用這個渠道提供給警隊提供消息或情報的人 是不需要事先預約登記的 使用的方法就像平時用WhatsApp發放訊息給你的聯絡人一樣 但第一步要確認市民就是要找一個真正的警隊WhatsApp號碼 之後再向我們發放訊息 當市民使用香港警隊反暴力爆料熱線的時間 就有幾點要注意 第一點就是這個熱線只會透過WhatsApp 接收反暴力的情報 用以協助預防和偵查罪目 亦都包括資料、相片、錄音、錄像 但這個電話是不會用來接聽的無謂電 亦都不會透過WhatsApp的方法去交代任何案情的進度 或者作高度的互動 第二本熱線亦都不會適用於一般報案 如果是不需要報案 就要去打擊我們最近的警署或者致電999 第三我們這個提供的熱線總共有十條線 會是由5566-9500開始 第二個是5566-9501 如此類推直到5566-9509 第四就是我們不會透過管熱線向你索取過資料 亦都不會向第三方透露你的電話 或者你所提供的資料 1234-1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